安利盃晚間賽程 首先看到A組賽事 衛冕冠軍林援軍 面對Jasmine Austrian 結果來自奧地利的正妹 此戰跳球成為致命傷 第二局一號球選擇跳球 結果不進 讓女殺手接下來清光檯面 而且林援軍更靠著兩次clean table 迅速取得5比0優勢 來到第六局 Austrian同樣面對一號球 同樣選擇跳球 結果不信邪的他 同樣沒打進 結果就是讓衛冕冠軍率先聽牌 儘管Austrian在第七局打破鴨蛋 但關鍵的第八局 五號球選擇做防守 結果卻是放槍 林援軍展現穩定性 最後就用7比1拿下勝利 接下來看到另外兩位爭冠熱門 陳思明要跟Alison Fisher上演天后對決 兩人同樣被分在C組 毀滅女公爵 先給晚輩夏馬威 靠這次三九碰 前面五局打完取得4比1領先 但是戰況卻向台北午後天氣 瞬間改變 幸運女神在第六局 眷顧陳思明 先是一號球 幸運借鏡 想不到他卻是好事成雙 二號球又出現更高難度的Lucky Ball 竟然出現一顆心靜底袋 超級強韻加持 讓他急起直追 面對同樣是打斯諾克出身的前輩 第七局 陳思明毫不留情 用最有效率的方式強攻 直接演出Night Bow In 完全掌握氣勢的中國天后 接下來四局展現驚人穩定性 三次演出Clean Table 最後就用7比4打敗Fisher 舉例一場劉宜成 面對周潔瑜的海峽內戰 賽前雙方都在分組全勝 前五局3比2領先的劉宜成 在第六局展現精準的顆心掌握度 成功把四道球冠進底袋 憑著這股氣勢 讓大眼妹增長陷入鼓戰 尤其關鍵的第十局 周潔瑜衝球不盡 十八歲的中國小將毫不手軟 連拿兩局 最後不但用7比4拿下勝利 也確定以分組第一晉級 最後魏子謙跟劉莎莎的對戰 同樣兩岸對決 切影殺手不光要幫大眼妹出口氣 還要力拚晉級資格 八局打完雙方戰成4比4 可惜第九局魏子謙卻出現 解一號母球洗澡 劉莎莎接手演出Clean Table 第十局劉莎莎衝球不盡 雙方在一號球進行攻防 可惜是切影殺手落居下風 劉莎莎率先聽牌 儘管下一局魏子謙演出Clean Table 但關鍵十二局劉莎莎掌握三九碰 中場是用7比5驚險淘汰魏子謙 《外局新聞》綜合報導 劉莎將 打雾 打雲 感谢观看